这是一个拥有潜在宜居星球的恒星系统 我们第一个系外殖民体可能将会在此地建立 但人类的探索不会就此止步 两年多后,我们抵达下一站 格力泽667cc距离地球大约23.5光年远 这是一颗位于三星系统的行星 质量是地球的4.5倍 和恒星的距离正好使得它能够接收到适合人类居住的光热 格力泽667cc是我们寻找液态水存在行星中的最佳候选行星之一 科学家猜测它上面很有可能存在生命 要是还想走得更远,比光速快十倍远远不够 快一千倍如何 那么宇宙飞船大概只需要437天 就能达到可能存在生命的开普勒系外行星 即使超过光速的限制 我们也依然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进入太空旅行 去寻找其他宜居的世界和外星人 如果它们存在的话 宇宙很大 而且它还在不断膨胀中 即使真的发明出了局速引擎 我们也没有办法穿越整个宇宙 我们的银河系大约有10万光年的直径 即使我们可以达到每小时亿光年的速度 也大概需要10亿年的时间 才能穿越到银河系的另一边 前面我们说过 我们有史以来最快的宇宙飞船猪诺号 并我们假设的光速航天器慢9000倍 要想达到星际旅行的水平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又发明取速引擎 需要大量的能量 也许我们应该从寻找合适的资源入手 比如说 先在太阳周围建出一个戴森球 满足我们的能源需求 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说过的 宇宙文明等级的话题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这里是宇宙天文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